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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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路...... 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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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各位今天來到C88這個單位 VTSS Art Toy 那我們非常榮幸找到VTSS的主理人 Vinz 去跟我們介紹一下 Vince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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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跟观众们打个跳舞 各位玩具TV的观众大家好 我是Vince Lily SF主理人Vince 大家好 你好 你好 今次这个展会呢 你有什么新的产品 可以跟我们的观众介绍一下呢 OK 这一次的展会 我主要是带来是 日本艺术家Yusuke Ueno 上野洋介的作品 那这一款 就是Cog & Roller 是他之前 我们在上海展会有推出 那此次北京的展会 我们推出灰色的版本 那这个版本 这个作品主要是 他之前有 也搭配这个版本做了一些版画 那这主要是由他 之前非常出名的 这个画作的角色衍生而来 那这是一个 游如剑的作品 那我们主要希望是他 做的比较具有一个 仔细度 对仔细度 所以在 这两个作品的处理上面 我们希望他 具有限量性 然后又有受伤性 然后主要是品质 我们也希望做的比较好一点 明白明白 因为 以我所知道 就是 油炉做的 呃 呃 唐教作品 通常成本都比较高一点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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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错 对 但是我们希望做这样有点 呃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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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款限量 这一款限量一百一百只 一百只 都差不多卖完了 差不多卖完了 差不多卖完了 厉害 然后 需要有这几款 还有其他的产品吗 呃 除了 这个Yosuke Women的作品 我们这次也带来 呃 在美国艺术家 Luke True的作品 那这款作品呢 是 呃 他在今年下半年跟我们合作的一款最新的作品 那他的名字是 僵尸 那也是一个从他过去最有名的熊 这个熊的概念衍生出来 让他我们把它做了一番变化 希望这个僵尸这个作品 会是他下一个新的 呃 更有 呃 怎么讲 更有趣的一个IP的产品 哦 明白 所以这算是一个Crossover吗 呃 也不算 就是 基本上就是说我们希望 呃 之前因为我们之前发行过他的这个 呃 Bruce Lee 就李小龙这个熊的作品 但是我希望他接下来新的这个作品呢 就是有点跳脱他 呃 既有熊的概念 但是我们把它结合跟 呃 东方文化这僵尸的概念做结合 希望把东西两个 啊 不同的这个文化做一点巧妙的结合 哦 这是一个东西结合的Fusion 对对对 没错没错 明白 对 所以我们在符咒上面也做了一个随身保命 大家在之前的僵尸片长容易看到这个 呃 这种符咒的概念 然后大家 脚上穿的却是一个 呃 年轻人喜欢的球鞋 波鞋 所以我们希望用这种方式来 带出一个更有趣的一个作品 哦明白 所以这个就是非常年轻的僵尸了 对 非常年轻的是没有错 对对对 好 我们可以下去看其他的作品了 好的好的 好了 我看见你这个挺有趣的 可以介绍一下吗 呃对 这个是我们VDS的公司 我们自行研发的产品 那主要是因为 切克瓦拉他是在 这个过去在文化上 他是一个非常有名的 一个标识性的人物 但是我们希望把它做一番 有点巧妙的 跟现代具有现代感的这种文化 做一点结合 所以我们挑了他跟Mario 做一点结合 把Mario主要的配色 在他线上做一点呈现 那这个主要是一点 额趣味翻完的作品 那希望透过这个作品呢 除了让大家可以知道 原来两种不同文化 可以做一点加接结合 这是我们最想表达的意思 所以我看见你的作品 都非常喜欢这个中西 中西融合这种Fusion 没错没错 这是我们比较 在我们产品线里面 比较一个 也是算是一个非常主要的 一个想法 对 那这个呢 这个是 是模调来的吗 对对对 这个是我们签约的艺术家 来自加拿大的Oki doki的作品 那这是从他过去非常有名的作品 叫Benny the Tramer 班尼梦想家 我们把它特别用全胡桃木 用CNC的方式 全时薪的木制作品 那这个作品 目前我们大概预计 在9月底会正式发行 那因为我们希望采用核桃木 这个木纹比较漂亮 然后色泽等等 我们也做了一番非常大的 下了一番很大的功夫 呈现一个木制感的作品 明白 因为我看见他的定价 也是挺艺术 对艺术家了 对 有艺术品的方式来呈现 那因为这个作品 我们只有限量 只有30个 对 只有30个 所以我们在包装 还有签名认证品的那个卡上面 有特别做了一番功夫 所以希望他做出来呈现 比较具有艺术价值的感觉 明白明白 那我们可以再看 你再看下面了 这个有点像 这个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作品 这是一个香港艺术家碧琪 那跟台湾一个艺术家 叫洪博勋的联名的作品 那目前这是一个3D打印的这个 sample 那我们接下来会再跟 之后会有大货 之后会有大货 那是以素质件的方式呈现 那最快应该在今年10月的这个台北玩具展 我们会把这个 这个的尺寸稍微缩小一点 然后做一个更比较精致的方式来呈现这个作品 明白 但是之后的大小也是这个大小吗 会小一点点 会小一点点 因为小一点点好像比较容易 玩家去收藏吧 对对对 然后它看起来也比较精致一点 明白 对好 再 那再过去我看见 简里有非常多不同的系列啊 这个是刚刚发售的哪一个 这个 这个是 这个是之前我们发售的这个 史前动物猛版系列 那我们挑出了长毛象 然后这个 鳄鱼 箭矢虎 然后犀牛 我们希望本来在视觉上是很凶狠 的时间 确实用最可爱的方式来呈现 这是我们自己公司研发一款新的路线的作品 对 对 我看见这个尚且棍 对 这个也是Look 2的作品 那 这个熊猫版本是我们之前发行的作品 那未来会把这个黑金版本 在11月底的时候会发行这款黑金版本 所以这个黑金版本就是之后的一个限定版吗 对 这是一个最新的配色 会11月底会发行 没错 明白明白 好 然后再看过去 咦 这个 我觉得这个挺多人在讨论这个作品 这是一个我们来自美国 Miguel他的一个新锐艺术家的作品 那因为他是一个喜欢非常擅长制作3D的这个艺术家 那他非常年轻 所以在他又年的回忆 那个海绵宝宝跟派大星是他又年回忆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 但是他希望把这个非常有名的角色做一番恶搞 所以他把它做成像很像真人的海绵宝宝跟派大星 这是他脑海里面对海绵宝宝派大星一个真人化的一个想法 那我们把它做的比较有点看起来有点恐怖 然后但是在上色跟所有细节上我们做很大的功夫 希望真的呈现出真人般的皮肤还有纹路 我真的看得出来这个想颜色的视觉挺厉害 所以这么多观众都在讨论这一对的 谢谢谢谢 对这个作品是我们卖的非常好 然后也蛮多朋友看到视频我非常喜欢 那现在还有还要卖吗 还有机会吗 对还有一些现货 对还没全部卖完 只是在BTS现场有的卖吗 现场已经卖完了 现场已经卖完了 所以要到我们的官网 然后我们会再发货 明白 有兴趣的观众可以留意一下这个官网 这样子 好 这里也差不多了 所以就非常谢谢你 非常感谢你 非常感谢你 可以跟我们的观众说新再见 谢谢各位的收看 拜拜